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市场营销管理章节的微课内容,微观营销环境分析。 营销部门的工作就是通过创造顾客价值和使用户满意来吸引顾客,并与顾客建立联系。 但是,营销部门只靠自己的能力是不能完成这项任务的。 他们的成功与否,除了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外,还取决于公司微观环境中的其他要素。 供应商、企业内部、中间商、顾客、公众和竞争者,他们组成了公司的价值传递系统。 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影响企业营销工作的微观环境究竟有哪些呢? 他们又是如何影响营销成效的呢? 社会公众、供应商、企业本身、营销中介、顾客、竞争者组成了企业的微观环境。 这些微观因素相对于外部的宏观环境因素来讲,对于企业营销活动的影响会更加直接和快速。 首先,让我们来讲一下供应商的内涵及其对营销活动的影响。 企业营销活动的展开,要生产出一种能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或劳务,需要有特定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能源等的供应做保障。 这就产生了供应商。 那么供应商又是如何对营销活动形成影响的呢? 第一,就是供应的稳定性。 如果不能够稳定向企业供应原材料或服务,将会影响企业产品或服务,向顾客的按时提供,从而影响企业的营销业绩。 第二是供应的价格。 供应价格将对产品成本形成直接影响,从而影响顾客的购买行为。 第三是供应物资的质量。 它通过直接影响企业产品的质量而影响产品口碑和顾客的回头率的。 第四是供应的时间和履约程度。 这个因素除了直接影响产品的生产效率,还会间接影响营销成本。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微观环境中的第二个要素,企业内部。 企业的营销活动除了要受微观环境中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外,企业内部的影响也非常大。 所以在制定营销计划时,营销部门要兼顾公司其他的环节,如高层管理、财务部门、研发部门、采购部门、生产部门、人力资源部门等的实际情况。 同时,这些部门也必须在企业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全力配合企业的营销活动。 内部环境对营销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高层管理的影响,表现在高层对营销政策的支持、营销计划审批的效率等方面。 第二是财务部门的影响,它表现在资金筹备的数量和时间、资金的支付效率以及对经销商的服务效率等方面。 第三是研发部门的影响,表现在对其新产品开发的速度和质量方面。 第四是采购部门的影响,表现在采购效率、采购产品质量等方面。 第五是生产部门的影响,表现在生产效率及品质质量等方面。 第六是人力资源部门的影响,表现在营销人员的招聘效率、企业人员服务态度的培训等方面。 总之,企业各部门本身的工作质量及其与营销工作的协调配合都将影响营销工作的执行效率。 所以,在营销管理工作中不容忽视。 第三,我们来认识中间商的类型及其对营销活动的影响表现。 营销中间商能够帮助公司促销、销售以及分配产品给最终用户,是营销活动的中间力量,能够对营销业绩形成直接的影响。 营销中间商包括经销商、货物储运公司、金融中介等。 中间商对营销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销商对营销活动的影响,表现在公司产品的推荐力度、市场范围、资金实力等。 如果某位经销商进行推荐本企业的产品,且且拥有很强的市场拓展能力,广阔的销售市场和雄厚的资金实力, 那么将会为企业创造很好的销售业绩。 二是货物储运公司对营销活动的影响,它表现在货物储存质量、运输工具的数量与质量、运输效率、运输成本等方面。 物流已经成为了影响企业经营的关键要素,货物储运工作将对企业的营销成本和营销效率形成巨大的影响。 三是金融中介对营销活动的影响,表现在支付工具的有效性。 金融机构的可靠性等,这些会影响营销工作的最后成果。 一次失败的资金使用或支付会对营销活动造成巨大的损失。 第四,我们来了解顾客的内涵及其对企业营销活动的影响。 顾客是影响营销活动的最直接因素,所以对顾客心理和行为的研究都非常重要。 企业的顾客来自于方方面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 依据企业的产品类型,顾客可能来自于生产者市场,也可能来自于消费者市场或者政府市场。 企业必须认真分析顾客的情况,比如企业的顾客有哪些,顾客为何选择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如何赢得顾客。 企业需要在哪些方面增进对顾客的了解,只有充分了解了顾客才能更好的争取顾客。 对于来自于不同领域的顾客要分析和研究的内容也是不同的。 比如,对来自于生产者市场的顾客,更需要了解顾客的资金实力,产品用途,购买状况,生产规模等情况。 而对于消费者市场的顾客,需要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心理需求,消费偏好等因素。 第五,我们来分析公众的类型及其对营销活动的影响。 公众是指对组织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具有实际的,或者潜在的兴趣或影响的任何群体。 公司面临融资公众、媒介公众、政府公众、社团公众、社区公众、一般公众、内部公众等七种类型的公众。 公众虽然不是直接的消费者,但在现今的社会中,却能够对消费行为形成巨大的影响,所以不容忽视。 不同的公众群体会对不同性质的产品形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媒介公众的影响力会大一些,会对各类消费形成影响。 但政府公众或社区公众,往往是对其产品范围内的消费行为形成影响。 比如公用设施的采购,可能政府公众的影响力要更为重要。 而一般公众就是会采用多种方式表达对消费行为的意见。 人们常说,用户满意,他会向十个人去宣传。 如果用户不满意,他会向一百个人去抱怨。 所以要关注公众对营销活动的影响力。 最后,我们需要分析企业微观环境中竞争者的类型及其对营销活动的影响。 企业在制定营销规划之前,必须认真分析所面对的竞争态势。 具体来说,竞争者可以分成下述几类。 愿望竞争者,鼠类竞争者,产品竞争者,品种竞争者,品牌竞争者。 通过下面这张图示,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各种不同的商品如何满足不同竞争者的需要。 愿望竞争者就是要考虑满足或开发消费者的那种愿望。 鼠类竞争者是要考虑满足消费者的物品购买的类型。 产品竞争者是考虑满足消费者购买产品的要求。 品种竞争者是考虑满足消费者对某一个具体产品的品种要求。 品牌竞争者就是要满足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和选择。 通过竞争者类型的分析,营造顾客最需要的产品就达到了营销活动的目标。 企业必须随时观察并适应营销环境以寻求机遇,避免威胁。 营销环境由所有影响公司在其目标市场的相关人员和因素组成。 企业的微观环境因素包括那些与公司密切联系的相关因素。 它们综合起来形成了公司的价值传递系统,影响公司为顾客服务的能力。 企业必须在充分分析的基础上,科学处理影响企业经营的关键因素,从而实现营销目标。 感谢大家的聆听。 感谢大家的聆听。